在2001年9月11日,拉登領導的亞克達組織 發動震驚全球的自殺式恐怖襲擊 19個恐怖分子分別挾持4架美國內陸客機 其中3架飛機,先後撞向紐約世貿中心的南北 兩座大樓和華盛頓的國防部大樓 至於另一架飛機,就在奔捷法尼亞洲墜位 世貿中心的兩座大樓倒塌,導致大約3000人死亡 美國其後,在全球搜捕拉登和他的黨月 又在亞富汗發動反恐戰爭,推翻塔利班政權 經過近10年的搜捕,在2011年的5月 美軍在巴基斯坦北部擊斃拉登,將他海葬